国会昨天三读通过了废除强制死刑修正案之后 首相署今天再向下议院提成三项自杀除罪法的反一读 当中就包括建议废除刑事法典自杀未遂罪民 有关的法案涉及了四项政策 除了废除自杀未遂罪 也要以辅导和治疗代替惩罚 彻底的消除自杀的污名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预防自杀案 并鼓励受影响的人不要害怕寻求帮助 以降低我国的自杀死亡率 本次国会的最后一天 掌管法律事务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阿沙利纳赶在休会前提成了 自杀除罪化的三项法案 分别是2023年刑事法典第二修正案 2023年刑事程序法典第二修正案 以及2023年精神健康修正案 自杀除罪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西蒙政府提出 那经过好几任政府的研究和增删之后 今天终于是由团结政府的阿沙利纳提成上国会 那预计下一次的会期就会进行二读 阿沙利纳提成法案后发文告表示 废除自杀未遂罪 显示了昌明政府正在努力遏制自杀案件 也鼓励那些有自杀念头的人不要害怕寻求心理辅导 这一系列的修正案涵盖四项政策 首先就是废除刑事法典第309条文的自杀未遂罪 那是因为自杀未遂属于自杀行为的范畴 而这个行为是当事人因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或是受精神障碍影响 第二项政策就是保留刑事法典第305条文以及306条文 协助和教唆自杀罪名 并建议涉及儿童和无行为能力者的自杀案件必须加重刑罚 因为这些群体更加容易受到罪犯的影响和操纵 接下来就是在2001年精神健康法令下 赋予危机干预官员逮捕权 因为一旦废除刑事法典第309条文的自杀未遂罪名 并且不再将这个行为列为刑事罪名后 执法机构需要管理自杀未遂案件的正当性 最后就是提议暂停执行涉嫌抵触自杀未遂罪名的案件 直到废除这项条文和公布相关法律规定为止 这将有利于执法和检控 我国的现有法律明文禁止自杀 涉及者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高长达一年的监禁 罚款或两者监失 首相署法律事务部 卫生部 总检察署等等单位都认同 多年来的执法成果已经证明 将自杀者定罪并不会减少自杀案 反而将这些身心受影响的人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阿莎莉娜认为 与其用法律来阻吓企图自杀者 不如提早鉴定病例 防患与未然 八度空间张亦柔 萧子慧 国会大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历史当初 小语和提供 母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历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历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历史